今天交通部來到六港市場 六港國家立宿風景區 立宿交通跟南門戶地下停車長的業務 現場來了很多官府的臨員和工作主管 來向交通部說明業務的重要性 幹部處長是來向大家做立宿交通 以及南門戶地下停車長的業務 彰化這邊進來 從快速公路進來 從西濱這邊進來 中華館建府跟六港頂公所 是在這期在推動 六港國家立宿風景區的業務 因此交通問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此是來向交通部 提出這個改善交通的業務 現在入港的交通 因為官方人潮 通常很多所謂的交通 有一些分源 我有跟縣長講過 就是說我希望 我們的車子不要進來入港 我希望在第一公墓 第一公墓那邊有差不多 十二十四公頃的一個土地上 讓我們的快遞現在雜草重生 那我們呢 我們現在也一定緊緊 外國漢人 緊張 外國漢人 如果人夠把那些 把那些黑暴清紮出來 那個地方可以當作禮地 也會當作停車 車只要 如果要到六港 六港的車輪就不會那麼多 六港的交通就不會那麼多亂 町長也來向交通保建議 建設青軌到六甲 相信對六甲的觀光以及交通 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美國政府所謂的土地 非常的便利 如果現在青軌的檔案 這個高鐵由來到六甲 那六甲以後更不得了 立憲報結束之後 交通保也會到現場肯定 而且來討論相關的細節 新中華新聞創長請六甲參報道